继续啊 还有几个选择器 我们就没有几个了啊 一会儿给他说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说啊 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什么呀 叫做一个 子元素选择器 子元素选择器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吧 但我们说的那个是什么呀 来一个零零五 比如说我要选中 我这写一个div div里边写一个这个 写中一个p 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p是不是就是div的子元素啊 我要选择这个p元素 我怎么写啊 直接div 这大鱼号p啊 这叫子元素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还有这么几个 也是一个什么呀 尾类这么一个 子元素的一个尾类 咱们直接看这儿啊 有什么呀 叫做一个first child last child 还有一个nth child 有什么first child child什么意思呀 孩子 first child叫什么呀 第一个孩子 就是第一个子元素 last child是什么呀 最后一个子元素 最后一个子元素 来 那我们来看注意 他们都是什么呀 是冒号开头啊 都是一些这个 尾类啊 都是一些尾类 那这里边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啊 直接来看效果 那这里边我这来写一个p标签 我是一个这个p标签 然后我这复制复制 保存这么多p标签 那现在我要干嘛呢 我想为我们这个第一个p标签 设置一个什么呀 背景颜色为这个黄色 那我怎么写呀 我来一个p 然后直接来一个bikeground color 这什么效果呀 全都变成黄色了呀 而现在我只想要什么呀 只想要第一个p元素 第一个p元素 什么叫第一个p元素 第一个这个p元素和其他p元素有什么区别 它是第一个呀 第一个 那所以我们用到什么呀 我们叫做一个冒号 叫做一个first child first child什么意思呀 叫做第一个子元素 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first child可以干嘛呢 可以选中第一个子元素 那么这么写什么意思呀 p冒号first child 什么意思 你既得是p元素 同时你还得是什么呀 还得是你负元素的第一个什么呀 子元素 你既得是p元素 还得是你负元素的第一个子元素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p它是不是第一个子元素 它是不是我们这个body的这个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只有什么呀 只有它一个符合要求吧 来我这一保存 然后一刷信 走你 是不是选中了呀 选中了啊 你既得是p元素 还得是负元素的什么呀 第一个子元素 那现在看着啊 我这来一个死败 死败我写一什么呢 哈喽那现在问你 这个p元素还会不被选中 来咱们看效果 一刷新 是不是没了呀 为啥没了呀 因为它不是第一个子元素 第一个子元素是变成死败了呀 变成死败了 那问题来了 死败怎么没变呀 我这有约束吧 你得试p元素 你得试p元素 但是我如果不写这玩意儿 不写p元素 我是没有限制 来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就变了呀 哎那不写什么意思呀 不写就相当于写了什么呀 心啊 不写就相当于写的心 任意啊 任意 好 那这里边注意 所以这里边注意啊 Force child表示找的是什么呀 第一个子元素啊 第一个子元素 来 那这个我去了 我去了以后一刷新 是不是就变了呀 来看着啊 来一个div 在div里放一个p元素 那现在问你 这个p元素变不变 变不变 我们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得试个p元素 它满不满足 满足 第二个你得试 第一个子元素 那问你这个p元素 它是不是第一个子元素 它是不是我们这个div的 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你这一保存 一刷新 走你 这两个是不是全变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它也是什么呀 也是第一个子元素 为什么呢 这个元素是body的什么呀 第一个子元素 而这个p元素是什么呀 是div的第一个子元素 所以这我这么写 考不考虑的父亲是谁 不考虑的父元素 只要是他 他是什么呀 他是老大 我是不是给你选中啊 给你选中 那我们说了 如果我只想选中这个p元素 而不想要这个 怎么办 我是不是前面接着给他加限制啊 来什么呀 body 大鱼号 p 你得是什么呀 你得是body的子元素吧 同时你还得是什么呀 body的什么呀 第一个子元素 是不是才行啊 一保存 咱们再看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就成他了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下边这是什么呀 div的这个子元素 所以注意 我们这些选择你都是干嘛呀 可以互相去结合使用的 结合使用 叫做一个forst child 第一个子元素 好 接着来看 我把这个东西给他 给他住了 给他住了 然后来行吗 我来一个叫做什么呀 p冒号一个last child last child 我们来看 怎么写 last child 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最后一个呀 最后一个 来一个biteground color 来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yellow 好 那现在问你 谁变 是不是他变呀 他变 一保存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就剩这一个了 就剩这一个了 就一个last child 最后一个子元素 那还是我在这儿 给他加一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span 我是span 保存 一刷新 走你 没有变的了 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最后一个元素 不是p了 变成谁了 变成span了 last child 表示是最后一个子元素 最后一个子元素 那现在我们来看 那现在我把这div 这注视 我给打开 我这写一个 我是 我是这个div 中的这个p表情 我一保存 我问你 这个变不变 变 咱们来刷新 走你 是不是变了呀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div里边 是不是只有一个p元素 所以他什么呀 他既是最后一个 也是 第一个 也是第一个 叫做一个 最元素 好 first child last child 咱们来写一下吧 叫做一个last child 可以什么呢 可以 选中我们第一 叫什么呀 最后一个子元素 最后一个子元素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叫做p冒号 一个叫做一个nth child nth child 这东西有点 比较有意思 nth什么意思呀 第几个 比如说我们英语里边 表示第一 是不是1 th啊 first是不是第一表示 表第一 所以th是表什么呀 dn个啊 表示dn个 所以nth child 那表示什么呢 哎 nth child 哎 也不要忘了 也是有一个什么呀 冒号 可以什么呢 哎 可以选中我们这个任意位置的什么呀 最元素 那比如说 那这块我来一个back果然的color 那问题就来了 那你这个选择的是第一个 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呀 说不知道啊 哎 我后边可以加一什么呢 加一个括号 括号里边写一个1 表什么呀 选中第一个子元素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第一个变了呀 所以我这块里写1跟什么呀 跟我们这个force child的效果啊 一样 它的好处什么呀 它比较自由 我要想选第三个 写谁呀 写3 一保存 一刷新 是不是第三个变了呀 哎 nth child啊 可以选中我们这个指定位置 这个什么呀 元素啊 想选几就写几啊 想选几就写几 好 那这个里边呢 还有一个特殊用法啊 我们来说一下 叫做什么呢 该选择器后边可以什么呢 可以指定一个什么呀 相当于一个参数 指定什么呀 指定要选中第几个什么呀 第几个这个子元素 第几个子元素 那这里边还可以传一个特殊的值 比如说传什么呢 传一个这个EV 一文啊 一文 我们来看什么效果啊 现在我这一刷新 走你 哎 发现什么了 是不是两个都变了呀 哎 两个都变了 那一文表什么意思啊 哎 偶数 那么来看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这是不是第四个呀 所以我一文表什么呀 表示偶数 第二个第四个是不是变了呀 来 那你看着 我再写一个 你说这哥们变不变 是不是不变呀 哎 它是第五个 来我再写一个保存 是不是变了呀 哎 变了啊 所以一文表什么呢 偶数 一文 表示我们这个偶数 哎 位置的这什么呀 次元素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一个 ODD 啊 ODD 跟一文正好相反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 一三五啊 哎 一三五 ODD 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 基数 表示我们这个 哎 基数 哎 位置的这什么呀 子元素啊 基数为这个子元素 两个东西偶数 还有一个基数 这东西有啥用啊 哎 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做表格 有什么呀 叫做隔行变色啊 一行一个颜色 一行一个颜色就可以用什么了 用我们这个ODD 或者这个一文来实现了啊 一文表示偶数 ODD表示基数 怎么记呢 一文偶数 几个字母啊 四个字母 哎 四个字母 四是不是偶数啊 所以一文什么呀 偶数位置 ODD表什么呀 基数位置 他几个字母啊 三个 三是不是基数啊 哎 所以ODD表了是一个基数啊 基数还有这个偶数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nth child啊 三个可以找到指定位置的一个子元素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 除了这三个 还有三个 这三个和它们比较像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first of type last of type 还有一个什么呀 nth of type 我们来看它们什么区别啊 我还是来一个 P冒号一个first的child first的child设一个背景颜色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第一个子元素P啊 哎 是不是第一个就变了呀 保存我们看效果 一刷新 第一个变了 对吧 好 那现在看着 我在前面加一个什么呀 死半 哎 我是死半 保存 咱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不变了呀 为什么呀 因为 有了死半以后 死半是第一个 它不是第一个了吧 哎 这是我说first of child的一个问题 那换点换一个 换一个谁呢 first of type 啊 first of type 我这一保存 咱们来看 一刷新 走你 干嘛了 是不是变了呀 哎 但是它 它是不是第一个呀 不是第一个 为什么才变了呀 哎 它是什么呀 它是所有P元素里边的什么呀 第一个吧 哎 所有P元素里边第一个 所以这里边我们来说 first of type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叫做 last of type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做 nth off type 他们这三个呀 和我们这个 哎 F-I-R-S-T First Child First Child 这一系列其实什么呀 这一些 非常的什么呀 非常的类似 非常类似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我们的这个child 我就拿这个child代替了 我说child你知道 我说的是NTA Child Last Child 还有这个什么呀 First Child这一组 child是在什么呢 是在我们这个所有的什么呀 子元素中排 子元素中排列 所以这里边注意 我一找Force Child 它一定是什么呀 所有的子元素里边什么呀 第一个 所有的子元素里边第一个 而什么呢 而我们这个type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这个 当前类型的这个元素中干嘛呀 排列 当前类型的子元素中排列 所以我这来一个 P冒号Force of Type 我不要什么意思 找到我这个 所有子元素里边的什么呀 第一个 P 而这个P前面有一堆 我都不管 只要它在P里边是什么呀 是第一个就行 P里边是第一个就行 那同理 我这如果来什么呢 来一个last of Type 它找到什么呀 找的是最后一个P元素 假如最后是一个span 它管不管 不管 它一样会找到什么呀 最后一个P元素 所以他们的区别就什么呀 child是什么呀 是大排行 在所有的子元素里排 而我们这个type是什么呀 小排行 在什么呀 在当前类型里边去排 这些像什么呀 像过去以前这个人家可能孩子比较多 这一家可能有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可能有三个男的 有四个女的是吧 那可能我这一排 老大老二老三一是不是一只到 老七啊 但是我们还要干嘛呀 小排 我的大儿子 我的二儿子 我的大闺女 我的二闺女 我要这么排吧 我们这个child就是什么呀 大排 所有人一块排 而我们这个type干嘛呀 小排 在什么呀 在我这个同一类型的里边排 first of pipe找什么呀 找第一个P元素 last of type找什么呀 找最后一个P元素 而nth of type呢 是不是一样了 找指定的那个P元素 剩下的用法呢 都一样 只不过他们的什么呀 排序方式不同啊 排序方式不同 好 这里边我们又说了几个子元素的 那么一个选择器啊 last first child last child nth child 还有一个first of type last of type 还有一个nth of type 这都是一些这个伪类啊 伪类 咱们来听一下 发问